汐止的福德二路有部分的路段 路况还是不太佳 在91项里头还因为太久没有重铺路面 整个段路都有许多坑坑洞洞 对机车骑士来说真的是很危险 在接会了民众陈寗之后 28号这天上午 市议员之法林服务处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来到汐止福德二路91项一眼光过去 道路挖挖勃补的痕迹整了不少 有些是管线挖埋 但更多的是坑坑洞洞修补过的 可以看到机车骑过去有点颠簸 长期下来人车实在不安全 很久了都没办法更坑 今天拜托周亚林议员 给我们到警署费用 让我们这一项是车最多 因为对福德二路和福德二路 大家都走这段路 车轮到这样補得像臭头的 李民还有李长来跟我们反映说 这条巷子坑坑坑坑坑都是都补过 所以路很不平 而且很久没有铺过博友 所以我们今天请公所来会刊 在接获陈琴之后28号上尾议员抓铃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这条巷子已经很久没有重铺 有动就补也不是办法 只是今年的经费有限 但会刊也决定明年改善 那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确实这条路很不平 我们跟公所 会刊结论是 大概明年的四月底 预算下来以后 我们整条路再重新来铺过 让我们九一巷的居民 有一个很平坦的巷子的路面来通过人车安全 虽然是巷子 不过却可以连通福的一二路 所以平常走的汽机车不少 在会刊之后也决定明年四月重铺 让民众型的更安全 就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